本次影片会直接将三部原作 连同外传的钢鱼一文一次讲完 我跟前部的影片比较不一样的是 这部并不会对角色之间的细节做过多的讲解 会专注在剧情以及世界观的介绍上 如果对人物方面的介绍感兴趣 或是想要听更详细的剧情解说的话 也可以观看之前所做的影片 我会将影片的连结放在下方 如果这次的影片观看还算不错的话 我也会在之后安排受完原 《红龙洞》的单独人物专题 由于本次影片有点长 所以我按照原作游戏的登场时间 在进度条上进行分类 让各位观众能够方便的观看 本次故事主要发生的地点是在死后的世界 在东方的世界观里 死后的居民会化作鬼魂 最终来到了幻想象的镜头 那里是幻想象与外界还有明界的交借口 同时也是整个幻想象结界里最为稀薄的地方 这里经常会有外界的人或是东西漂流进来 死者们最终会在这里聚集 等待死神船夫带齐穿过名为三途川的名河 三途川很长 并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长 此生船夫为依照死者身前的财富来决定到岸的时间 如果没有足够的钱 甚至有可能会因此被丢下船 沉入到三途川之下 跨过了三途川之后便会到达阿比岸 在这里幻想象最高的审判长 会在审判厅中按照死者身前的所作主 来进行最后的裁决 这就是幻想象死后的世界 话虽如此 岸岸却面临着相当严重的财务状况 导致他们必须要在幻想象的镜头设立摊贩 同时朝着死人以及活人来做生意 甚至只要有足够的金钱 都可以让这个号称能够分辨黑白 绝对公平的审判长改变最后的裁决 就管已经腐败到了这个境界 地狱的财政状况仍然不堪入目 就在即将要命临倒闭之际 一名地狱的新鬼王给出了一个建议 那就是将旧地狱给舍弃掉 并在另一处建立以监狱管理为主的新地狱 其中被舍弃掉的就有 卓乐地狱 无间地狱 还有血池地狱 也因为地狱的财政状况已经惨不忍睹了 所以这些疏于维护的旧地狱设施 变得相当惨破不堪 并没有人知道这个人究竟是为何提出这个方案的 有人说他是为了地狱的平衡而这么做的 但也有人说这个人生前以慈悲为怀 不能先看到犯人在旧地狱里受苦 但无论是什么理由 旧地狱就这么被舍弃掉了 也因为来的实在太突然了 仍然有许多失业的鬼族 原本居住在地狱里的怪物 以及在地狱服役的恶人们就这样被迫被留在旧地狱里 旧地狱彻底沦为了无秩序的混乱之地 被附留在这里的生物震昏着那个将旧地狱抛下的人 并将它的名字永远刻印在自己的心中 直到有一群无法被幻想像所接纳的妖怪来到这里寻找邪脚之处 冥府一事顺势而为 将旧地狱为人给他们管理 只要他们确保将旧地狱的罪人以及设施管理好就好 因为山徒川的名河很长 并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有多长 也因为非常的宽阔 所以它就像大海一样连接着非常多的陆地 其中就有鬼族的家园 鬼之国 以及另一个名为畜生界的地方 所谓的畜生界 和我们所熟知的畜生道并不一样 畜生界是个与幻想像完全相反的地方 如果说幻想像里面类与妖怪能够和平共处 那么畜生界就像是一个以妖怪为首的世界 它虽然是在地狱 但同样也不是地狱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幻想像的平行版本 在那个世界的每个人 每个生物 都必须奉行着落落强食的主意 我甚至很像个天然的斗兽场 也因为如此 最初的畜生界是个组织散发尸体气味的荒芜之地 这个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上面建筑什么 彻底被废弃掉的世界 但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部分生活在畜生界的动物里 察觉到一加一大于一的道理 于是他们开始彼此互相组队 合作 利用 逐渐也变成了大型的组织 整个畜生界就这样被三大组织 以及灵性的几个小组织给瓜分了 三大组织分别为鬼节组 静雅组 及刚御同谋 在东方鬼行兽中 游戏开发者神组 使用日本黑道围园型 来刻画这些畜生界的组织 鬼节组是个擅长使用偷袭 以及阴谋的组织 组织的代表动物林是水塔 组织成员性格大多弱弱前没组件 然后事情超过自己的预期 或是计谋失败后就会陷入混乱甚至逃跑 组织的领导人名叫极掉八千惠 极掉八千惠是鬼节组中最具有谋略的领导人 其个性令人难以捉摸 阴险狡诈 八千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对人总是恭恭敬敬的 但私底下去瞧不起任何人 按照他人的评价 八千惠是个性格与精神都十分扭曲的人 甚至在整个畜生界里 八千惠精神病的外号是众人所皆知的 八千惠的能力是使他人失去反抗意志的能力 那么正常人都只能乖乖听他的命令 顺从他的想法 第二个组织名叫靖雅组 靖雅组是个以肉食动物为主要成员的组织 代表的动物林是野狼 组织成员遵照着极端的弱肉强食主义 崇尚着肉体的强大 在组织里不断筛选出强者 狐狸掉弱者 但鄙视一切的偷袭 锦蒙等不正大光明的手段 恶重于正面且公平的对决 是个绝对的肉体主义者 靖雅组的主党名叫尼居爪鬼 他拥有着非常强健的肌肉以及最快的角力 在地狱里以最强动物林的称号名正天象 即便是在以肉食动物为主的靖雅组 这位草食动物林的他也是非常罕见的存在 我会与强健的肉体相对的是 他是个头脑非常简单的家伙 经常被其他人甚至以组织的部下称呼为肌肉笨蛋 但他却是整个出生界最好相处的 只要实力被他所认可 让他成为自信朋友都是有可能的 找鬼的能力是拥有强健的角力 直白一点的就是 找鬼有着非常快的速度以及强大的肉体力量 速度跟攻击力都是点满的意思 钢羽头魔是个擅长座闭上关的组织 林昌绝不参与其他组织的争斗 总是在一旁禁忌地观察其他组织的动向 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出手 其他组织在计划些什么他们通通都知道 甚至会评估该计划的成功性 林昌不断吸收其他成员 壮大自己的组织 以保留实力以等待机会并吞其他两组 组织的代表风物林是大救 由于组长要到后面的故事才会出现 因此会放到后面再提 三大组织很快就瓜分了原本的畜生界 并在荒芜的大地上建立起繁荣的高楼大厦 三大组织形成了三组岭力之势 三方都在计划者吞并掉对方 独占整个畜生界 而在这些畜生底下 有个既弱小又不聪明的生物 叫做人类灵 相比于其他强大的畜生 人类灵除了手指灵活之外并没有其他特长 因此他们成为了畜生界以最低阶的存在 只能依靠其他强大的动物灵生存着 畜生界的祖师们建立了一个名叫灵长园的地方 好关押以及囚禁这些人类灵 畜生界的动物们时不时就会到灵长园去 观察着这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类 就如同我们观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 而这正是这些畜生最喜欢的休闲方式 难而这么个畜生的世界 也即将面临他的结局 活得跟畜生一样 被逼入绝境的人类灵开始了绝望的祈祷 他们的祈祷召唤出了造型神 子安神跪姬 跪姬会有瞬间建造出一栋大楼 或是打造出神器的强大能力 这样人类灵的信仰化为力量的他 变得更为强大 打造出了名为植人的偶像 植人大概是日本三世纪左右的一种古袍器 在当时代表了非常多的功能 不过在鬼行兽的故事里 植人更像是秦始皇所制作的兵马俑 这些陶俑被跪姬打造出来后 便拥有了自主意识 陶俑们攻击刀枪样样精通 甚至远强于现实里的士兵 但这些陶俑没有灵魂只有身体 所以只有灵体的畜生界动物灵无法攻击到他们 动物灵被这些精锐的士兵打得节节败退 最终不得已舍弃掉了灵长元 贵姬很快就掌握了整个灵长元 并将其打造成一个超现代的高科技设施 贵姬将人类灵保护起来 他试图将人类灵的躯体打造为陶俑 改变人类灵在畜生界悲惨的处境 但这么做也就无疑打破了畜生界长久以来 所制定好的强度规则 因此贵姬便成为了畜生灵们口中的邪神 被植人打败 十三快逃的动物灵很快就重新聚集起来 如同他们仙主一样 三大组织暂时放下了彼此间的争斗 合并在一起形成了更大的联盟 不过因为彼此间已经争斗了几百年 这个所谓新的联盟也不过只是表面合作的关系而已 背地里三大组织各有其盘算 信雅组的组长离居找鬼 在联盟里只提供了非常少的资源协助 将自己绝大部分的实力保存起来 不得就会撤了这波骚乱好以入侵地上世界 交易同盟的同盟长突然失踪 圣云的组织成员对于自己的实力也是相当保守 只提供了非常少的资源做出虚张声势的效果 而鬼劫组的极调八千会虽然没有在作品中描述到 但我想他肯定也不会百分之百将本亚在畜生界上 由于这个不稳固的联盟 于是三月星期的八千会想到一个不消耗资源的作战方略 那就是派遣动物灵假装进攻地表的幻想箱 在此其中一个动物灵假装投降 引导地表那些想要阻止侵略的人类来到畜生界 再以讨伐猩猩的邪教为名以引发宗教战争 让地表上的人类去讨伐贵姬 最终以幻想像的守护者伯利灵梦 凝结的看守者魂破妖梦 以及想要来看热闹的物与摩莉莎被带到的畜生界 他们按照八千会的引导来到了灵长园 打倒了没有灵体的偶像 将此爱神贵姬从灵长园中引而出来 并连手将其打败 最终虽然并没有从贵姬手中抢回人类灵 但出生里面还是成功夺回了一大部分的灵长园 知道真相的灵梦等人非常的后悔 在得知靖雅祖想要进攻地表后 灵梦等人决定协助冥府的守卫 打倒了准备侵略幻想像的靖雅祖主力部队 最终得到的组长找鬼的信任 立下了不侵略幻想像的口头承诺 折着鬼行兽的故事告个段落 刚与同谋的成员们假借要来薄力神社报恩为由 很快便找到了潜伏于幻想像的组长 淘铁游魔 原来淘铁游魔所看上了 真是幻想像最深处的石油之海 那是个一望无尽 满是黑色一体的地方 但实际上这只是他的伪装 石油之海真正的面貌 这是当年被废弃的血池地狱 因为无法处以这个连鬼族都害怕的地方 所以地狱方只是简单利用盖子封印上 并在上头施加个法术让他看起来像是石油 淘铁真是看上血池地狱那无穷无尽的恶意 与现实佛教的血池地狱较为不一样 在东方里的血池地狱是最大二级的大恶人们最后的归处 大恶人们会在这个灼热的红色池池中瞬间融化 化住血水并跟池池融为一体 不过这些化为血水的恶人并没有完全消失 然而在血池里不断尝试要恢复原本的样貌而翻腾着 使得整片血池看起来恐怖至极 只要是正常的人类 或是弱小的妖怪看到这副景象都会瞬间失去理智 就连地狱的鬼族也不敢接近这个地方 不过对着有着极度贪欲的饕贴游魔以及刚欲同谋来说 这些血液是再好不过的燃料 唯有强大的贪欲才能制服这些恶人 使得这些已经化为血液的恶人 透过贪念回想起生前的记忆 竟然化作饕贴强大的能量 饕贴游魔是三个组长中作为强大也是作为聪明的 不过对比以力量为傲的找鬼 他比较像是走魔法路线的 虽然没有八千会那么阴险很毒 但是在故事里 然后有一点线索 他就能推认出整个事件的全貌 是东方里少有的高智商角色 透贴游魔的能力是吸收一切的能力 不管是任何食物又或是任何攻击 他都能吸收并转化为自己的力量 因此不管怎么攻击他都只会有打到空气的感觉 另一方面 他有着可以无限复活 几乎不死的力量 无论怎么杀了他 他都能够重新再生 因为这两个强大的能力 透贴游魔在畜生界吸引到了一海票的粉丝 并组成刚欲同谋 不过涛贴对于领导组织并不感兴趣 因此整个组织就像一盘傻傻 没有有效的领导方略 这也是刚欲同谋最大的弱点 涛贴游魔有着与外表不相称的智慧以及冷静 虽然看起来疯狂可怕 但实际上他非常擅长与人谈判与结盟 跟其他畜生界的动物灵不一样 涛贴不喜欢打架 而是更喜欢利用其他人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是畜生界里的异类 可惜的是 涛贴似乎太过于看得起自己 血池地狱生者强大的意念很快就控制了这名野兽 使其沦落为自己的化身 涛贴变得更为贪婪 不只是血池地狱 他甚至想要将手伸向地表的幻想箱 幻想箱的创造者 也是目前幻想箱的管理者之一 魔多罗隐其内察觉到了涛贴的存在 于是他使用自己开门的能力 让石油在幻想箱的各处喷发出来 引起了幻想箱各方势力的关注 每个势力都或多或少派人去了血池地狱 然而涛贴实在太过于强大 不管打败了他多少次 他都能够从血池地狱里重新复活 并且变得更加疯狂以及残暴 就在各方都败退之际 引起来看上了座落于幻想箱的洋管 洪魔管 这座洋管的主人是一名年幼的吸血鬼 不过他有个鲜少人知的秘密 那就是洋管的主人有个强大的妹妹 法安朵路 斯卡雷特 法安朵路有着破坏一切的能力 就算不碰触到对方的身体 依旧能够轻易地从远方直接破坏目标 因为这恐怖的能力加上不稳定的精神 幻想躲入在洪魔管里被严峻控制着 洪魔管主人的友人 打魔法师负责看管他所有的行动 在他抱走的时候使用魔法阻止他 你其他想要利用弗兰破坏一切的能力 对抗套贴吞死一切的能力 就像破坏一切的矛对抗防御一切的盾一样 然而吸血鬼有着一个很大的弱点 那就是害怕流动的液体 就连强大如弗兰的吸血鬼 碰到水也会落化 但若是要在血池地狱里战斗 难免会碰到流动的液体 所以在两人正式对战之前 弗兰必须克服自己怕水质的弱点 于是乎 你其他偷偷地潜入洪魔管的地下室 并对弗兰进行水流的训练 在打倒了旧地狱的鬼王 三独川的地狱守卫 以及伯利巫女之后 成功克服了弱点的弗兰来到了血池地狱 对上已经完全吸收血池地狱的饕贴油膜 成功破坏饕贴油膜的躯体后 与血池地狱化为一体的 饕贴油膜露出了增生 并将自己破坏的能力浓缩成炸弹 让其吞落后从内部将血池饕贴彻底灯给毁灭 不过饕贴还是并没有完全死亡 只是脱离了血池地狱的油膜 变回了原本不爱战 冷静的性格 战伴而饕贴被迫跟引擎内合作 他与刚毅同谋的成员负责守护血池地狱 而魔朵者负责封锁一切有关血池地狱的消息 此幻小乡的居民不必生活于古惧之中 基从百百寺 煎木典 半干玩龙 以及天宫切翼 他们相聚于妖怪之三的山顶 这是第一次的四集 他们四人交换着有着彼此能力的卡片 虽然没有其他目击者看过这场集会 但我想 那肯定是个非常开心的夜晚吧 但此时的四人还并不知道 这次的四集 会是他们最后一次的相聚 在幻小乡里 有个名叫玉爪梅虚丸的勾玉之神 感知到有一群人正在开外妖怪之三身处的矿物 所谓的妖怪之三 是幻小乡里最高的三 因为上头住满了妖怪而闻名于世 妖怪之三的历史非常悠久 早在幻小乡成立之前就存在于此 在原本被鬼族以及天狗一同支配着 鬼族、天狗 还有虫族 是东方设定以最强的三种妖怪 他们有着近乎于神的力量 例如鬼族能够随便一拳就把天空打成两半 天狗则有着可以控制星空以及天气的能力 在还没有幻想象之前 鬼族是整个妖怪之三的老大 而天狗则是他们的部下 但这并不代表天狗就比鬼族还要弱 鬼族的老大曾说过 天狗有着足以与他们批敌的能力 只不过天狗天性硬险狡诈 满嘴谎言 打架又不肯出全力 打起来很不过瘾 因此才不喜欢跟天狗较量 而天狗似乎也因为与其余强大的鬼族正面冲突 倒不如归降于他们比较好 所以才甘愿成为鬼族们的下属 直到幻想象建立之后 鬼族们因为不喜欢幻想象那种悠哉 仍要和平共处的世界 于是大部分的鬼族搬到了地狱的鬼之国 只有聊聊几只鬼还留在幻想象 不过也没在人群面前出现过 鬼族离开之后 天狗在鬼族原本的制度上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秩序 并且在接近山底的地方建立一个名叫天狗村庄的巨大城塞 成为了妖怪之山姓的主人 天狗们过着不与外界来往 完全封闭的生活 他们将整座妖怪之山化为自己的领地 严厉禁止任何不是山中的妖怪或是人类散闯进来 天狗有着比外界还要高的科技 比如他们有着可以远端拍照的手机 可以靠念想出现画面的电脑等等 不过故者封闭生活的他们 并不会将这些科技与知识分享给其他人或是妖怪 也因为是妖怪之山最大的势力 因此他们可以随意离死亿妖怪之山里绝大部分的妖怪 甚至有些妖怪或是人类还会将天狗当作神明所尊敬者 天狗社会是绝对的阶级制度 下级天狗无法违背上级天狗的任何命令 而上级天狗也不准拥有自己的私心 一切要以天狗社会的发展作为最高目标 天狗主要由天魔作为领袖 而大天狗只是辅佐天魔的存在 刚才所提到的范甘丸龙这是众多大天狗的其中之一 天狗们统治的妖怪之山好长一段时间 直到某天 有个从外界来到的神社直接扎根在妖怪之山的山顶 天狗们通过外来神社与薄力巫女的冲突中 但你知道这是一间非常强大的神社 范甘丸龙于是主动帮神社里的神以及天魔牵线 使两方达成互助合作的关系 实际上龙是打算利用外界的神 但他们给予天狗力量破坏幻想象的平衡 不过这一计划很快就被神明所发现 神明收回了给予天狗们的力量 范甘丸龙等于陪了夫人又折兵 好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天狗们的笑话 玉藻妹修兰很快就来到了妖怪之山 妖怪之山的内部存在着非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其中一个就是红龙洞 红龙洞是个隐藏于妖怪之山里的矿洞 除了天狗之外并没有多少妖怪以及人类知道这个地方 墓里头隐藏着非常多上古时期的矿物 甚至其中有些矿物的力量以及用途 是无法被现代智慧所理解的 而保护这些矿物不流入流星人士的手中 也是遇照梅修兰的任务 进到了红龙洞之后 魅修兰很快就发现一只以大百族为首的妖怪惨矿队 以及几名奇怪的人类 魅修兰先是找上这些看似没有敌意的人类 原来他们正是来此调查异变的佛丽灵 魔法森林的物语摩莉莎 魔法森林的女谷长十六夜宵夜 以及山山石色的巫女东风古早苗 原来在这段时间里 幻想像开始流行起一种非常奇怪的卡片游戏 卡片上会记录着幻想像每个少女的能力 特性甚至是不为人知的秘密 虽然这些卡片没有什么杀伤力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让自己的秘密被公开 甚至这些资料很有可能被有心人士所利用 于是巫女们并展开了调查 魅修兰当然了解这些卡片的来历 这些卡片只是使用红龙洞里所盛产的龙珠所制成的 这些龙珠又有复制他人的能力以及记忆的功能 虽然只能复制一点点 但还是可以非常轻易的就读取到他人所不为人知的秘密 虽然听上去很厉害 但是龙珠本身内涵的魔力非常有限 只要使用一下子就会消耗殆尽 因此在这场一片中 一定有个非常厉害的人不断给这些卡片补充魔力 那个人肯定就是幕后黑手 按照魅修湾给的线索 伯利林梦等人很快就来到了位于山顶上所设立的集市 然而他们在人群中怎么样也找不到幕后的真凶 直到烟幕降临 乌鱼等人正打算打到回府时 一个非常罕见的人却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那这次天国门的大将 范干丸 龙 范干丸龙仿佛早就在这边等候他们的出现 他很快就承认这些卡片这是由他所制作的 不过他也只是个工具人 替这些卡片补充魔力 以及建立整个通货系统的人并不是他 他只不过是个想要在这次市集上赚个外快的小商人而已 范干丸龙很殷勤充当着巫女们的向导 治理着众人前往幕后真凶所在的地方 并将一张空牌的卡片交给了他们 只等到他们走远之后 范干丸龙才展露出自己真正的面目 因为这一切正是由他一手所策划的 在几个月前 红龙洞里的龙珠吸引到了范干丸龙的注意 他想着如果将这家能够读取灵魂的矿石制作成有趣的玩具 那么肯定能大罪一笔 于是他用龙珠制作成的这些卡片 但就如前面所说的 大天狗并不是会为了一己之四而行动的人 就算利用了这些玩具赚钱 能获得利润时代有限 因此龙所想要建立的 是一个由天狗们所注到的通货系统 于是他看上了那个失去信仰 正在逐渐消失的市场之神 天宫千亿 由于外界出现了世界级的大瘟疫 加上人们逐渐开始习惯于网路购物 导致市场的需求逐渐萎 范干丸龙收养了这个虚弱的神明 并且利用他开葬市集的能力 来流通这些卡片 他们先在妖怪之三的山顶进行了一次尝试 恢复千亿一部分的力量后 便展开了这场影响整个幻想像的巨大异变 为稳固卡片的出货量 龙找上了自己的亲友 大白族 让他带队开采红龙洞里的龙珠 并且死意自己的助手 兼墓点给这两人传达讯息 作为龙的管狐 兼墓点非常的聪明而且可靠 总能够完美地解决大白族 以及千亿所碰到的麻烦 并且给他们带来很多利益 两人也十分心得监睦点 然而实际上 这也是龙控制两人的手段 管狐虽然能带给人很多的利益 但若是沉迷于听管狐的建议 那么最终只会迎来人才两师的下场 也就是说 只好龙就会派点到两人之间传达命令 那么两人最终的结局只会坏不会好 随着市场越开越大 千亿的力量也就越变越强 最终 天狗千亿成为了足以威胁整个天狗的存在 为了不使自己的错误影响到这个社会 范干王龙打算假借他人之手除掉这个市场之神 他很快就发现薄地巫女等人在调查这起异变 因此他只要留在市场里 等待那些人替自己除掉市场之神就好 薄地巫女等人很快就找到市场顶端的天狗千亿 并在范干王龙派去的监睦点山峰点火之下 两方就此开战 但由于天狗千亿得到了几乎幻想像所有的信仰 林母等人陷入了苦战 就在这时 范干王龙之前交给他们的空白卡片发挥了用途 原来这张看似一无是出的卡片 其实正是龙利用龙珠复制千亿的能力所制造而出的卡片 千亿的能力是控制所有权的能力 要舍弃掉一件物品的所有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算把东西送给其他人 也会留下是谁送了这个讯息 而就算丢掉 也会留下是谁丢掉的这个线索 而市场正是唯一一个可以交换掉所有权的场所 正是因为如此千亿才会被称作市场之神 随着空白的卡片发挥效用 千亿失去了市场以及卡片的所有权 随后便被林梦等人给打败 千亿跟市场就这样消失在众人的眼前 林梦等人回到了山顶 向范干王龙回报了打败千亿的消息 也同时讲出了自己会到这边 是因为在红龙洞遇到了魅虚丸 受到魅虚丸的指引才来到这边 听到他们说起这个陌生的名字 龙对此感觉到不妙 毕竟对于掌握整个妖怪之三的天狗来说 他们理所当然也认为妖怪之三的所有资源都是属于他们的 龙将点派去了红龙洞并在点离开之前在他耳边交代一些事情 虽然并没有人知道龙究竟对点讲了什么 但看见木点离去时满脸的笑意 显然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林梦等人随后也赶去红龙洞 正好碰上了正在跟预兆没虚完对峙的大百族 鸡虫百百四 百百四是山里头被誉为最强妖怪的存在 传闻中他曾吞食过强大的龙族 四个连龙族都畏惧了存在 脖子中就只是个传说而已 是否是真的也没人知道 因为人们对他害怕要命都不敢接近他 但这妖怪的圈子就不同了 在妖怪中他非常的受欢迎 没人知道龙是怎么跟白百四认识的 但按照白百四口中所说 他跟龙都很喜欢会打架的人 也许两人经常会私底下与鼻屋取乐吧 白百四已经收到了点的情报 知道了有人上传红龙洞 而眼前这个怎么看都很可疑的人最有嫌疑 正当白百四要动手之前 遇照梅居然先喝住了他 并告诉他自己正是这座红龙洞 以及这些龙族的所有人 白百四顿死就傻了 因为在开挖这座矿山之前 他可是没有收到这些讯息的 更不会知道自己才是侵占他人财产的那一边 就在白百四冷静下来 准备要听梅居然把事情讲清楚时 见目点赶了过来 并要求白百四先退下来 等到将矿场的事情回报给范干王龙后再做打算 也一下就拿捏到了白百四的软肋 对于白百四来说 龙跟自己是朋友 是属于对等的位置 跟千目点还有千亿是完全不同的 他不需要凡事又听从龙的命令 点一口一个范干王大人成功进入到了他 那这行本可以避免的战斗力触及吧 在妖怪这33顶上 天空千亿被林梦等人使用空白的卡片击败 以致令人炫目的强光随着市场之神的消失笼罩在幻想箱上 空白的卡片导致的不只是千亿失去市场 更使得幻想箱所有的一切失去了他们的所有权 其他的东西失去所有权无所谓 但幻想箱的土地也因为这次事件而受到的影响 如果不去管的话 幻想箱会逐渐腐败 最终成为一块荒芦之地 不过本身很担心 那些管理土地的自然之力很快就会重新 到幻想箱的土地上 一切都会毁成本的模样 本应该是这样 但在这些灵体之中 有人却发现混杂了非常多的动物灵 那动物灵是那些本应该待在地狱 习惯于落落强食世界的畜生 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幻想箱里 许多兽型的妖怪也受到这些动物灵的影响 开始变得狂躁起来 佛黎黎梦是最先察觉到这一切的人 直觉告诉他一切的源头 就在地狱的畜生界 毕竟自己之前就被畜生界的老大们好好利用了一番 但这让黎梦准备出发去畜生界时 就被救地狱的鬼王 一吹吹香给拦了下来 这鬼王真是那个少数留在坏脚下的鬼族 在前段时间里 鬼王看到了这个佛黎梦的和平 而且平等的跟其他妖怪 被人一起开着宴会 享受这一切 让他对柏黎乌女产生的兴趣 并在幻想居住了下来 吹香告诉了柏黎乌女 他知道这堂畜变的真实面貌 一切并不只是处置于畜生界 而是在地狱的深处 一个新地狱的鬼王身上 黎梦跟随了吹香的指引 见到了地狱的鬼王 日白残无 黎梦听了吹香的话后 直接揍了残无一顿 打完后他觉得畜变解决了 就直接回生社区睡大觉了 过了一段时间 魔法森林的物语摩莉莎 也开始调查起了这起异变 正在他嘲笑 林梦调查异变的方向 初吻而跑去地狱一时 他却发现有一群动物林 已经聚集在他所生活的魔法森林 而这些动物林中 带头这次被称作地狱拳的 三头慧之子 以及禁牙组的组长 离居藻鬼 三头慧之子因为受到 藻鬼力量的感化而加入禁牙组 但被分配到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活抓摩莉莎进禁牙组 我最终还是被摩莉莎给打扮 眼看自己分配给下属的任务失败后 找鬼并没有生气反而是哈哈大笑 虽然找鬼一直对摩莉莎很感兴趣 但结局怎么样都没关系 因为最终整个在幻想像生活的居民 都会臣服于禁牙组之下 摩莉莎突然感觉到 慧之子脖子上的宝珠传染很强的魔力 慧之子说他也不知道这个宝珠有什么用 只是找鬼送给他的入主礼物而已 摩莉莎在碰触慧之子脖子上的宝珠 瞬间被传送到了地狱的深处 见到鬼王残屋后失去记忆被传送了回来 摩莉莎以为禁地狱这一切都只是个梦 他开始对慧之子脖子上的魔法宝珠产生兴趣 屡次想要跟慧之子借宝珠来研究一番 而同时在另一处 管狐尖木典突然跑来妖怪之山的山顶 跟里头的巫女 东风湖掌苗借神色 尖木典想要先一步将所属神色变成妖兽以及树森林们的据点 避免神色之后被奇怪的动物林们给占据 掌苗知道的幻想像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后 开始到处去推置四处乱闹的妖兽以及动物林 一路杀到了妖怪之山的山脚 一个名为圣域的森林 这里正是山中妖怪三老所居住的地方 三老是少数不用听从天空指挥的山中妖怪 但独自生活在这里 或者不与其他人以及妖怪接触 非常封闭的生活 而这个圣域其实是当初东方甘柱钻石 月兔们又来入行幻想像的传送点 将大的魔力让这群山脑将这边奉为圣地 掌苗却在这里见到了鬼阶组的组长 吉调八千惠 以及新加入到鬼阶组的游击队员 孙美天 孙美天原本是自生活于妖怪之山的普通猴子 但这次事件里突然闯入了山脑的圣域 这自己的守护林不知为何 并没有受到市场之神事件的影响而失去所有权 然而还留在这边 还是猴子的孙美天不知为何 突然就闯了进来并一口吞掉的守护林 因为吞下了守护林 孙美天的身体逐渐开始变成妖怪 也拥有了比以前还要强大许多的力量 然而 突然灵体的最终代价必然是下地狱接受酷刑 这当孙美天为了会下地狱而哭泣时 大剑会牵进了孙美天 并生成自己能够帮他免除掉地狱的酷刑 孙美天因此加入了鬼阶组 鬼阶组开始对孙美天灌输了关于西游记的知识 并称其为孙悟空的转世 孙美天信以为真 并一直开始cosplay起了孙悟空 孙美天讲完了他的故事后 孙悟开始对地狱产生了兴趣 孙美天让他碰出自己手上的棒子 孙悟瞬间被传送到了地狱 见到鬼王藏物后 跟摩莉莎一样失去记忆被传送出来 请过来的孙悟看孙美天本性很单纯善良 并不是什么坏妖怪 孙悟希望利用孙美天跟鬼阶组搭起桥梁 让孙美天劝服鬼阶组不要攻打地面 而在另一头 幻想象的另一个管理者 巴云子的士神巴云兰也接受了主人的指使 开始调查几次其异变 巴云兰先是来到了三三而神社进行调查 正当他想要用士堂之神的事件来结案时 却在神社里看到了管狐揭幕典 首先 妖怪出现在三三而神社本来就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其次 管狐往往都有着相当强大的情报网 兰想要利用典的支点来帮助自己 教育固揭幕典给了兰一个重要的情报 那就是现在所看到的动物尼都是从坏角像地底最深处串出来的 所以去地理调查准迷错 巴云兰朝着地理最深处的血池地域方向前去 在那里 他看到了大量干预头谋的动物灵 以及刚加入干预头谋 名为天火人血枪的妖怪 天火人血枪是个比套屁还要更早定居于血池地域 在旧地域分离前就住在这的吸血妖怪 因为已经研究了问题动物的血液 于是血枪来到了血池地域 发现血池地域的罪人之血非常的好喝 从此之后便定居在这 之后又因为跟套屁的臭味相同 于是两个人成为了好友 正为一直以来宅在血池的他 其实对畜生界要进攻幻想像这一世并不感兴趣 但因为套屁是自己的好友 所以他支持套屁 也同样支持套屁的刚预头谋 没打过架的血枪很快就被巴云兰痛咒了一顿 兰从天火人的对话中想起过去遗忘的记忆 那是一段非常久远的历史 兰原本是个动物灵 生活于还是一片荒芜的畜生界 每天过着不断战斗 落落强食的生活 兰对着这种生活感到极度厌烦 于是他偷偷离开了出生界 一个人跑到了地表的幻想像 成为了幻想像守护着巴云子的四神 被赋予了巴云之信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四神 巴云人很快就回到了出生界 并且见到刚预头谋的组长 套屁游魔 过去兰跟套屁曾经是一同生存的战友 但随着选择的不同 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兰问套屁为什么要把大量的动物灵投放到血池地狱 套屁却回答说刚预头谋并不是入侵者 他们只是在保护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已 听到这边的兰非常愤怒 因为套屁已经认定自己是幻想像的拥有者 于是无视而指的命令 兰决定在这边直接退治套屁 打破套屁想要趁机称霸幻想像的野心 在战斗结束后 巴云兰回去跟子报告这起事件很快就会恢复原状 却隐瞒了套屁游魔以及刚预头谋的讯息 他认为套屁并不是这次事件的元凶 只不过是想趁机在幻想像胡闹而已 加上套屁已经被自己给打败了 所以没必要给子大人知道 巴云只听了兰的报告后沉默了片刻 彷彿像是看出来兰想要隐瞒些什么 但很快只就鼓起掌来 并称认这次事件兰处理得很不错 给予了他非常高的评价 随着巴云兰调查完这场事变 伯利神社这边也遇到了些许的问题 守护神社的博犬阿后受到动物灵的影响 性格开始暴躁了起来 这只博犬是个非常年轻的妖怪 在不久之前他还只是神社前的两尊雕像 幻想象的守护者 隐其乃将法力灌入石像的体内 将其复活成为了现在这部模样 至此之后他就居住在神社里 不过李梦对于这个新生的妖怪实在不理解 只是将其当作下谱来使用 让他做一些打扫神社或是招揽客人之类的杂活 虽然受到了动物灵的影响 不过阿后其实是拥有两个灵魂的神兽 一个叫做阿 一个叫做厚 所以就算其中一个被影响 另一个仍然能保有原本的理智 冲动的阿后受到尖木点地狱的影响 一步步的将自己带到孙美天面前 孙美天引导阿后来到了地狱 而在那里 整阵子他的竟然是鬼节组的组长 集掉八千惠 原来尖木点收到了鬼节组的雇用 将幻想象的讯息出卖给了鬼节组 鬼节组因此得知了阿后的存在 也知道了薄力神社其实是幻想象重要的命脉 于是八千惠定制出了一个绑架阿后 再让鬼节组的动物灵取而代之 占领薄力神社的终极大计划 然而尖木点还是漏掉了一些讯息 那就是阿后实际上是一头具有立体两名的神兽 就算一个在外面乱闹 另一个还守着薄力神社呢 八千惠的计谋因此失败 一怒之下这个组长决定立马改变计划 企图当场解决掉阿后 不过最后还是让阿后成功逃回幻想象了 就在阿后四处乱闹的同时 僵士也带回幻想象的其他地方 在人里有着一间非常有名的妖怪寺 在很久之前 命连之的僧侣退治了非常多的妖怪 让人们非常尊敬他 然而背地里 他不但没有退治那些妖怪 还按地理帮助了他们 最终事情还是败露了 那些原本尊敬他的人们开始憎恨他 将其封印在人魔界里 然后将那些跟随他的妖怪封印在地狱里 也就是现在的旧地狱 老鼠妖怪纳兹琳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旧地狱的这段时间 纳兹琳认识了非常多新的朋友 例如一直住在血池地狱的天火人血腔 还有后来搬到地狱住的妖怪 以及他的宠物 火焰猫磷 雖然火焰猫磷是一只猫 但是相比于老鼠他对尸体更加有兴趣 因此不怎么会伤害纳兹琳 但对纳兹琳来说 身为老鼠的本能还是大家不喜欢阿琳 之后在某次事件中 阿琳不小心解开了这些封印 这些妖怪一口气跑了出去 他们在地上找到了纳兹琳的主人 冥丸兴 然后一同解救了被封印在魔界里的僧侣 那后他们便一同在人里 盖了一间负责三藏一室的佛寺 成为了人类村落里最知名的妖怪寺 在这场事件开始后 因为幻想像到处都是灵体 所以人类也被搞得一团乱 先将纳兹琳去打扫一下寺庙后头的墓地 但是纳兹琳看到乱七八糟的墓地后 便开始抱怨了起来 就在这时突然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火焰猫灵 阿琳以为幻想像上头在在举办什么灵体大祭典 所以喜欢自己的她便开心的从地下跑上来玩 阿琳告诉了纳兹琳自己看到了一颗 好像可以进化生命的宝珠 这勾起了纳兹琳的好奇心 然后就想偷懒的纳兹琳于是丢下了哨把 开始了自己的玄宝之旅 纳兹琳找到一半 遇到了当年月都入侵幻想像 被留下来的炮灰月兔 琴兰 她从这名月兔身上侦测到了宝物的气息 但是收遍琴兰全身却没有找到任何东西 竟然说自己身上原本也有颗宝珠 但是被自己给弄丢了 纳兹琳于是继续顺着气息一路 找到了魔法森林里的三桶慧之旨 从手上改一半的反应得知自己要找的 宝珠在在慧之旨脖子上的那一串 也就是进牙组组长找鬼送给她的重要礼物 于是两方就这样打了起来 纳兹琳好不容易打赢了慧之旨 就解释说自己只是想要借她的脖子上的宝珠看一下而已 但纳兹琳其实心里想着 只要自己一拿到手立马就跑 纳粹的慧之旨就这样将脖子上的宝珠递给了纳兹琳 纳兹琳刚拿到手的瞬间就被传送到了地狱 在地狱里 刚计谋失败的八千会还没走 就碰上了传送而来的纳兹琳 从纳兹琳口中得知靖雅祖新收了布下宝珠的事情 跟自己的部下虽每天的棒子有着一模一样的功能 这些巧合让八千会开始陷入了沉思 我耽误自己是止损 自己刚才放跑了重要的神犬 瞎忙了一整天 总不能什么都没有收获吧 于是八千会改变了作战方式 打算强收纳兹琳作为自己的部下 我最终还是让纳兹琳给跑了 纳兹琳非常害怕地狱 因为那会让她想起被困在旧地狱里的时光 纳兹琳灰灰头土脸的跑回寺庙 她再也不敢去想什么宝珠的事情了 快快点拿起扫把开始打扫了起来 在不久之前 越制度面临到了几乎要被毁灭的局面 为了向幻想象求救 越都的闲着派遣的月兔兵来到幻想象 假装要进行侵略 最终引起巫女们的注意才成功解了围 但是那些被派到幻想象的月兔 成为了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大部分的月兔选择在幻想象定居下来 而清然这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不过身为月兔的她 想要在一个充满生命污秽的地方住下来可不容易 幸好清然在离开月兔前线基地时 有带走一颗能够进化幻想象的宝珠 那颗宝珠能够知道一个 适合月兔们居度的环境 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厉害的东西 只是个类似于空性清淨机的道具 然而这张清然要使用时 却发现不小心把她给弄丢了 于是属于月兔的寻宝之旅就此开始 清然一路找到了首使城社区 遇到了管湖兼墓点 并用重金跟情报强大的管湖购买宝珠的讯息 一得知宝珠的下落是在魔法森林 清然连句道谢的都来不及说 就急忙跑得过去 不管节目点其实还有其他情报的消息还没有跟她讲 清然找到了山头惠之旨 要求惠之旨给她看一下脖子上的宝珠 凑近一看却发现这并不是自己要找的月之宝珠 但因为已经碰触到了所以被强制传送到地狱里 正当清然被地狱那充满死亡气息的味道给吓到贪暖在地 嚎啕大哭时 她碰巧遇到了山头惠之旨的上司 也就是金牙组的组长离居找鬼 找鬼正忙着准备侵略幻想象的事情而东奔西走 不过性格好爽的她还是选择抽空带清然回幻想象去 就在清然回到幻想象的同时 肩目点也帮她找到了掉落在妖怪之山三角下的月之宝珠 月兔小小的冒险就当圆满结束了 因为地面开始涌入了大量灵体 火焰毛灵物以为地面上开始办起了灵体感谢祭 便兴高采烈的从旧地狱跑了出去 在地上玩了一圈的阿灵带了一推灵体回到旧地狱 正想要把这些灵体运回家时 却碰上前来调查异变的巴云兰 阿灵被迫带去做了半天的笔录 原来外头的骚动已经惊动了贤者还有巫女 甚至有不少人都已经开始调查起这些异变 于是她跑去写池地狱警告自己的好朋友 一直以来住在这里的天火人血腔 要她去避一避风头 但阿灵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家里的好友真正已经找到了一个正职 那就是刚愈同盟的地面组员 阿灵透过天火人的消息来到了大城市畜生界 见到了天火人的新老板 饕铁游魔 在之前的血池地狱一遍里 饕铁已经跟幻想象的各大势力打过招呼了 自然也认识这个管理旧地狱主人的宠物 阿灵 饕铁游魔对阿灵说自己其实并不相信天火人血腔 并且偷偷地从血腔身上搜寻到可疑的寺馆 游魔让阿灵碰下那个寺馆 阿灵瞬间就被传送到了地狱 来到鬼王藏屋面前 阿灵非常熟悉这个鬼王 因为他就是当初那个提出要将旧地狱分离开来 而外设立新地狱的主导人 他在当时甚至还只是个人类 那些驱逐于旧地狱的人更是对这个家伙恨到骨子里去 残巫听着阿灵过激的反应 只是淡淡里回应道 阿灵所做的一切包含被饕铁骗的事情 全都被阿索看在眼里 阿灵回想着过去残巫所做的一切 突然间猫的直约让他察觉到了些什么 然而正当他准备要开口时 自己却在血池地狱里重新塑醒过来 而天火人血枪則站在他的旁边 阿灵对着血枪复述的套贴其实并不相信他 血枪听到后很慌张的询问套贴还说些什么 阿灵跟他说套贴还从血枪身上 偷走一个带有魔法的奇怪试管 并询问血枪为什么要带着这样子的东西 血枪只是淡淡里回答道 这是当初交易的条件之一 阿灵并不明白血枪所说的交易是什么东西 但是地表上的灵体大乱 奇怪的试管还有套贴总让他回想起很久远的记忆 他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旧地狱分离的乱象 那些得到好处而支持残虎的妖怪 以及那些反抗着残虎的鬼族 让我们将故事带回到最开始的地方 并不知道是哪边先接触哪边的 总而言之 广乎借墓点被鬼阶族以高价收买了 借墓点将坏假象的情报出卖给他们 并按照他们的指示干了许多脏活 将守护神社的神卷带离神社 将蛇射占据为鬼阶族的基地 暗地里给其他两个组织捣乱等等 是当借墓点刚让巴云拿去对付刚欲同谋时 一群动物灵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正是禁牙组 禁牙组的组长离聚找鬼带头一把抓起了尖墓点 正大吼则要处决叛徒时 尖墓点慌张力喊着手下留情 原来尖墓点同样也被禁牙组给收买了 他的任务就是潜伏与鬼阶族 将鬼阶族的情报出卖给禁牙组 但因为太久没有消息 让找鬼产生了疑心 找鬼注意到尖墓点跟鬼阶族越来越亲近 于是就以为他已经被判了 尖墓点好不容易安抚好这个暴脾气的组长 找鬼来此还有另一个目的 那就是给尖墓点一个新命令 让他去调查除了三大组织以外的势力 他隐约的察觉到除了三大组织之外 还有个势力插手在里头 刚被找鬼这么一下 尖墓点也只能乖乖的照做 尖墓点顺着找鬼的指示来到了地狱 正当尖墓点以为找鬼是想要把他灭口石 地狱的领悟人 玉母都日霞美 对于尖墓点这种以说虹为生的妖怪 地狱的鬼族们早就恨不得赶快送他下地狱了 正当尖墓点想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日霞美带着他见到了地狱的鬼王 日白禅无 日白禅无表示尖墓点所做的一切自己都看在眼里 他也忍不住对尖墓点鼓起而掌来 尖墓点在两个组织来回游走 实际上所做的一切只是想为自己谋利益而已 于是禅无也想要在职中插一手 他想要委托尖墓点一件事 那就是刺杀现任的伯利巫女 伯利林梦 尖墓点自知自己不可能完成这些事情 于是快要翻车了他向林梦交代一切自己所做的事情 包含三大组织准备进攻幻想像以及残无的存在 并向林梦说出自己肯反过来帮林梦解决异变 然而听完了这一切的林梦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继续冷静的喝着茶 他表示自己早就见过残无了 虽然他还不了解这个异变的全貌 但是残无曾跟他说过 如果事情进展顺利的话 他会派名刺客去跟他传递讯息 听到这边的监目点彻底贪乱了下来 是以为可以将两大组织把玩在手中的管弧 在真正的谋略面前 也只不过是个棋子般的存在而已 这次无法继续骗林梦尔他家 其尾巴离开了伯利神社 从此消失在这个异变之中 不过他还是赚到了不少钱 毕竟对聪明人来说 战争是最好的发财之道 而在另一边 幻想像之谜的李毛老大 二言团战也开始调查起这起异变 跟坚目点不同 他最在意的是钢与同谋 他认为三大组织中只有钢与同谋 最有可能占领地面 但坚目点因为害怕饕餐 所以三组织中只有钢与同谋的资料他最少 二言团战是从外界穿越过来的大妖怪 是外界组织所供奉的妖怪李老大 在不久之前 他受到了好友委托穿越近了幻想像 来到了幻想像后 他很快就成为了一方之霸 替幻想像解决了很多异变 也开到了很多新生的妖怪 这个非常值得依靠的大解头 为了能够彻底监视套剃游魔 团战选择主动地申请加入钢与同谋 情报管部的套剃游魔早就听闻过这个李老大 知道他有意加入钢与同谋之后 二话不说立刻就批准他入伙 成功加入钢与同谋之后 他得知了钢与同谋的新人 天火人血枪的存在 他同时也是钢与同谋在地上的代表 但是天火人血枪一眼就看出团战是个内鬼 于是直接吵着他扑了上去 在两人打架的过程中 团战不小心喊了血枪一声佐帕喀布拉 佐帕喀布拉正是血枪的一个心结 这里名是一种叫做天火人的妖怪 但由于知名度太低 早知大家都叫他是佐帕喀布拉 这就是因为受不了总是被叫错名字 才躲进血池地狱里的 正在他愤怒的想要反驳时 团战再度发挥了自己开导妖怪的能力 他说变当成佐帕喀布拉其实也不错啊 非常的有名而且受欢迎 甚至还有人以为看到佐帕喀布拉就能带来好运 所以被当成佐帕喀布拉也没什么不好的啊 听得了这些的血枪 一直以来的心结也稍微被打开 团战突然注意到了血枪别在裤子上的试管 正想要跟他进一步拉近距离的团战一板 拿起了裤子上的试管 那血枪想要阻止团战时 团战就瞬间消失在了自己面前 团战瞬间被带入地狱 见到了鬼王残无 残无认为团战已经成为了会妨碍自己的存在 团战以为残无也是其他两个组织的主缘 热热得残无发笑 因为不管是畜生还是妖兽 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他的舞台上随着他的计划起舞着 团战不过就只是一个自以为是 却跟其他畜生一样短视的存在而已 残无将团战放了回去 让他跟他的礼貌成为了团战的特别观众 准备亲眼看着一边如何被自己给处理掉 或许又会怎样的发展 绝战的时刻已经到来 那组织将自己的兵力 以及心收的地面代表放到了自己在幻想像所处的最前线 幻想像的侵略战争已经迫在媒介 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 现在唯一会阻止自己侵略地表的 只有其他两个组织 三大组长决定先摆平其他两个人 就在他们离开之际 尊美天 山头慧之子 以及天火人血枪 却擅自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他们三人一路来到了幻想像的尽头 出人意外的是 地狱的向导 日霞美好像已经知道了一样 然后就在那边等候三人的到来 在三人的前头 等待着他们的正是 极热鬼王 日白残屋 日白残屋是个出生于战国时期的破戒争 认为不可杀生的僧侣 却处于以杀人为傲的战国乱世 这让他感觉到非常的矛盾 在这乱世之中 他保守着人们的无情以及战争的残酷 让他也逐渐变得坚韧以及无情 他认为消灭那些妖兽灵以及灵体并不算杀生 而是在救赎他们 于是他开始吞吃以及消灭这些灵体 逐渐失去了人类之身 由于吃下了灵体 那么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堕入地狱 但是他在堕入地狱之前自己先下去的地狱 靠着自身的智慧以及口才得到了鬼族们的信任 跟其他以力量为傲的鬼族不同 残屋靠的是他的充慧以及口舌 其的东西最终也使他一步步的成为地狱独霸一方的鬼王 但他还没有完全变成鬼石 便提出了舍弃旧地狱 在另一处建立新地狱的计划 他使用了各种好处以及计谋拉隆 利用地狱的妖怪以及鬼族支持自己 但同样也牺牲掉那些人还居住在旧地狱的妖怪 随着旧地狱逐渐归于虚无 旧地狱的居民打从心底震恨着残屋 将他的名字刻画在自己的心里头 永远的憎恨着 在地狱这个只靠拳头说话的地方 他不留一丁血就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使得他成为地狱广为人知 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时间来到了现在 幻想像因为四场之城的异便导致失去的所有权 而畜生界的畜生对此虎视眈眈 随时都有可能进军占领幻想像 地狱的鬼族对此非常不安 他们早已听闻过那以洛洛强 实为生存基础而锻炼出来的畜生 对于寻求强大对手的鬼族来说 畜生灵们是最值得一战的对手 就连旧地狱的两位鬼王 听闻的套剃游魔出现在幻想像时 都忍不住想要跟其大打一架 对于已经失去灵体保护的幻想像来说 畜生灵们本来就占据有先天的优势 再加上那强大的力量 地面世界被夺去也只是 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因此鬼族们也开始积极地展开军事准备 准备在地表上与畜生灵们一战 倘若这两个族群在地表上发生战斗 那种坏想像也会瞬间变成地狱灰图般的存在 这一切让残屋回想起了战国时期 他并不想要这种悲剧般的场景发生在坏想像里 于是他安抚了鬼族 并告诉他们自己会亲自处理这些事情 虽然三大组只有支配地表的野心 但他们能让缺少个关键的东西 那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拥有肉体的地面代表 是离体的他们即便支配的地面 没有肉体的然而是空潭 但就在这个时候 残屋分别找上了三人 残屋分别向三人介绍自己所安排好的地面代表 原本是一只野猴的孙美天 受到残屋的蛊惑吃下了生育的守护灵 那残屋还是人类时吃了残屋肉体的三犬 身头会自己受到了不死的诅咒 身体逐渐摔倒却无法得到死亡 而他只能参与于魔法森林 直到某天被残屋所唤醒 触摸而能够清洗掉自己身上污秽的宝珠 成为了真正不老不死的存在 并受残屋的指示去接触到了找鬼 当年亲眼目睹了残屋的手段 而对他崇拜不已的天火人血腔 受到他的指引去接触了饕餐 三人表面上都是三大组织亲自收了新人 但实际上却是残屋暗插进来的卧底 三组长本来就对地面虎视眈眈 只是碍于肉体的问题而迟迟无法进军 突然间地狱的大人物就找上了自己 又帮自己解决了困扰已久的问题 三组长便因此出兵 残屋分别给了三个间谍自己的宝物 天火人血腔裤子上了试管 准每天的棒子 三头会支持脖子上了宝珠 残屋在这些东西上附加了魔法陷阱 只要有任何人碰到这些东西就被传送到地狱里 进入到残屋的控制之中 三人将三大组长死打在一起的消息传给了残屋 残屋得责后便准备收网 打成一团的三人根本无法与日白残屋一战 很快就被这个鬼王给渔翁得利 住生界彻底被残屋给收入掌中 霸天会受到残屋能力的影响 虽然每天都在为着入侵地面而做准备 但很快又失去斗志 不断点轮回者 彻底成为了一个废人 老鬼被残屋的强大给彻底折服 失去战役他虽然想要坚持三头会之子 但又会受到残屋能力的影响 他暂且什么都不想做 霸天游魔是三人都受到残屋能力影响最小的 他始终对天火人血腔以及残屋保持着警惕 在知道天火人血腔是残屋安排进来的卧底之后 他认为可以反过来利用天火人 让他成为残屋的弱点 不过很可惜 淘体游魔这点小聪明也在残屋的闪握之中 天火人很快就被残屋掉离了险词地狱 离开了淘体游魔的身边 整个畜生界落入了日白残屋的控制 三大组长也沦为了残屋的部署 残屋满意地看着这次异变的解决 但他却突然察觉到 有个人正在试图干扰着他 那则是旧地狱的鬼王 遗锤吹香 吹香离间的残屋安排了三个间谍 甚至还利用了残屋身边的日霞妹 想尽一切办法试图阻止残屋 不过残屋并没有跟吹香计较 反而邀请吹香一同欣赏自己所计划的一切 因为三大组织彼此间的争斗 并幻想向土地之灵们争取到了回归的时间 很快的一切就会回到原本的模样 然而对于曾经见识过旧地狱分裂 被遗弃的鬼王吹香 老早就知道残屋的本性是什麽样了 残屋并不是那种会涉及魏人的僧侣 他本质上与那些组长并无二样 他真实的目的 是想要将幻想像如同畜生界一样 纳入自己的管理版图之中 并且向管理动物园那样 控制的整个幻想像 于是 藏西的周末要上演了 残屋邀请了已经失去战役的三组长 以及他们的部下来参加自己所设置的酒宴 并且他还邀请了另一位最重要的嘉宾 如果当这场异变就这样自然的结束 幻想像的君免男孩会带有一丝恐惧 于是这场戏需要一个结尾 英雄伯利林梦会退治了这场异变的最终黑幕 日白残屋 只有这样 幻想像才能回到最初的安稳 听到残屋说出了这些话之后 林梦此疑了一下 最终却放下自己手上的玉璧 林梦早就透过崔香的口中得知事情一切的真相 如果就这样退治了残屋 残屋的名声便会骗出来幻想像的各处 做参与这场异变的人身上都带有残屋的影子 不论是成名研究地狱宝珠的摩丽莎 世俗透过孙美天主子战士的找苗 隐藏异变实情的巴云兰 远入鬼阶祖计谋的阿霍 碰触触到残屋陷阱影响的清兰 纳之灵还有阿灵 但当双命界雷却被残屋把玩在手中的尖墓点 还有利用狸猫手下四处收集地狱情报的团长 以及其他那些没有被提到名字的存在 这些人都会随着残屋的名字曝光 而将残屋的影响力扩散到幻想像之中 幻想像会因此沦为残屋的掌中物 当林莫将残屋所计划的一切说出口时 残屋陷入了彻底的沉默 但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计划被揭穿而安静 而是他发现 眼前的这个巫女并不在自己所规划的棋盘上 他从一开始飞过来打了自己一顿后 就彻底脱离了控制 并在之后凭着自己的直觉 躲过残屋一个接日一个的勾引 成为了那颗唯一一个从棋盘上滚出去的棋子 愤怒 羞愧 还有一丝丝的不甘 那残屋露出了自己的獠牙 并朝着林莫扑了过去 并没有人知道最终到底是林莫还是残屋赢了 怪想像失去所有权的异变逐渐恢复了原状 对大部分的局民来说 这次的异变只不过是一场自然事件 灵体突然间的大量涌出而已 日白残屋 畜生界 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残屋以及畜生界的三组长一同聚集在神社的背后举办起了宴会 他将已经失去战役的三组长重新介绍给了林莫 三组长已在林莫的面前举杯启示 会看在林莫的面子上撤出幻想像的驻军 并在林莫还活着的时候永远不侵略幻想像 残屋最初的目的是将幻想像以及畜生界掌握在手中 在他眼里 幻想像就像有出生的孩子一样无助 随时都有可能会被其他捕食者也吞噬殆尽 所以他希望靠自己的能力将其保护起来 直到他看到了林莫 他从林莫身上看到自己过去 还是人类死的影子 对自己率直 且对任何的妖怪以及人类都不区别对待 被坏血下的人类还有妖怪们所信赖着 因此即便自己不出手干预 林莫也一定能够跟这些野兽好好相处 残屋一想到这边 嘴角便轻轻的露出一抹微笑 韩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